好 看到NCC的新任委员审查在即 但是卡关了 所以呢 现在为了避免在8月1号开始 NCC没有主委 现在呢 行政院也去含NCC 指定由现任的副主委翁伯宗 来担任代理主席 好 7月30号就要卸任了 那么现在四案缠身啊 包含了在审兆读治案 禁电事案宪明案为个资法 所以现在政院就去含NCC 令即将要卸任的副主委翁伯宗 要延任 代理主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业内人士表示 恩伯宗按照规定这一届卸任的话 根据新秀组织法是不得延任的 政院公开就是跟立院的决议来唱反调 同时国民党立委翁伯宇小林就痛批 等于是趁着三读通过的国家通传会组织法 还没有上路就要来偷渡 好 民进党呢 耍诈分长的不尊重立法院 那么国民党立委黄建豪也就说了 现在政院就是带头要来钻漏洞 难怪台湾诈骗集团这么兴旺 好 你可以看到 那么陈耀祥呢即将卸任了 现在呢直接好把这个翁伯宗直接拉上来 不过行政院表示说这是为了要维护NCC的一个正常运作 相关的程序都是依法来办理的 那么同时呢在翁伯宗的部分 他就回应了相关的法规解释或是任期 都是由行政院来解释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包含了在这个联合新闻做了一个这样的评论 政院通过了NCC停摆历史记录 还让立法修法等于没修 政院不想提新人 三位新委员人士就慢慢的耗 这已经创下史上最难产的记录 那么仇也严重的对立再添一例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翁伯宗现在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全NCC 接下来他就要来延忍并且代理主委 只是呢大家可以接受吗 现在是不是有两大的意涵 对抗立愿新委员持续的难产 同时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在现在马上持续巴黎奥运 大家就来关注我们这些中华界的表现 不过这几年因为一些影响 所以到底要称呼中华建额呢 还是台湾建额呢 在主播群有不同的说法 那网友意见也是非常的敏感 像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网友就认为说 那么这个爱尔达主播 好 这个口语的这样的语气 让他觉得听得好烦 或者是说呢 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讲质量呢 好 这个魏老师真的会气哭 可不可以不用质量这个词 郑赫爽的脸书就说了 蔡英文曾经说 高质量的台湾制造 林嘉隆曾说 培训更高质量的驾驶 也是用的是质量说啊 那么怎么没有人敢出征他 所以是不是又是一个双标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NCC持续卡关 那么现在直接来指派 指派马上借满的副主委 翁伯宗代理主委 大家就好奇了 先前不是通过不延任法案 现在怎么够还能这么做呢 利好王威就批评 因为根本不延了 我们在上个会期 已经通过了NCC的组织条例 那么就是有关于这个委员任期 届满就不能再用任何的理由去延任 然后现在你用翁伯仲用指派的方式 根本是漠视立法院最后的法案的决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来到通过的立法 行政院可以不遵守吗 我们可以看到国会改革法案 你们已经提出这个复议 然后复议不成 你看又去表结 现在是怎么样 直接不演了吗 直接就完全不遵守我们这个通过的法律 其实这也是严重的一个违宪的行为 我觉得行政院 我们奉劝他真的不要这样的违宪乱纪 这个跟小老鼠上登台 偷油吃一样 虽然法律通过了 他有他作业的时间 确实立法院修正的法令是还没有生效 但今天就是任期到了最后一天 那用这种好像类似荣誉式的犒赏 让翁伯仲在历史上留下 曾经担任过NCC的主任委员 对于打手的犒赏 这个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但我相信行政院的善意 因为作业时间的空窗期 那也希望行政院 尽快提出新的NCC的人选 让立法院来审查 国民党举行了国会改革说明会前立委 正立委员举美国国会为例 来调查著名的禁止抖音案 还有波音偷工减料事件 说明了国会调查权的重要性 而立委系统界就大骂 大法官成了当权者的打手 阻碍了国会改革 拖延时间 让立院无法审查 过去民党八年的官商勾结 国会想要通过法案 国会通过决议 他也是召开了听证会之后 听过多方的说法 调集所有的资料 才来做决定 波音为了省钱 通工减料 牵涉到的是重大的非安事件 等一下美国不是国会 不是叫来吗 美国国会可以 台湾国会就不行吗 这两次我们要去年纪 现在你知道吗 没人知道 年纪是必须要去年纪 年纪会放过去年纪 那你不哭 所以这个国会改革一个 逃过后 慘了他靠我 冷意了 大法官就是民政党的 够 大法官不管他怎么说 还是要回来国会 我再在三度 再在三 好吗 你再在四件 民政党是要拖而已 拖你才挑战嘛 民政党如果没有八年的看胸告结 今天罢了成长 他不用说他要拖是五斤嘛 他要他要拖去这 总统要继续做 各位司会你把他拖免典来 你有大事吗 不是啦 谢国粮替 极人人把极人的资产 拖到来 定期是极人市政府的名字 这边再拖到这边 民族和民政党是大队的老子的 我也能见面 你不是爱台湾 你不是爱台湾 你不是爱台湾的 好 看到农业部去年呢 这个专案进口鸡蛋进了1亿5千多颗 当中有超过三成六都过期销毁被骂翻了 现在审计部报告大了 包在续产会只评了 农业部的乱讯息 韩文通知 就办了鸡蛋的进口作业 外界质疑是没有经过核定 不用采购 也没有公开招标 来晚更是泡红完全违背了 政府的采购法 农业部去年搞专案进口1亿5千426万颗鸡蛋 最后有36.17% 高达5千579万颗过期被销毁 每天仓储成本还超过20万 审计部点出大缺失 续产会竟然只评农业部通知 就办理鸡蛋进口作业 花十一公讨 没经过核定 不用采购法 也没公开招标 农业部被骂翻 在补助计划都还没核定 就用LINE通知续产会办采购 农业部说是因为时间紧急 才先用LINE通知续产会 准备好招标文件 等收到韩文 再通知它启动招标 这是完全违背采购法 我们只是在行程构想而已 那为什么有人可以先跑 是不是续产会的这个董事长 他是前主委 那你们是要用我们的纳税钱 去还人情吗 先上车后补票 政府采购可以这样吗 不只被炮轰 用LINE通知捐案 农业部还被质疑 过程中没经过核定 不用采购法 也没公开招标 农业部说2023年 只补助49%没有超过半数 但这49%的数字 可是扣掉了仓储和运输 仿佛事实上有人在背后一直下指导旗 哪来通天的本领呢 摆明了有鬼 摆明了有人在暴露 有人在帮他开绿灯嘛 民进党政府花双一公堂买单 过期还大量销毁 采购甚至用LINE就能交败 蓝军炮红人民新虎钱 难道能够如此随便 继续装审量曹丁海采访报道 好 太阳道交通部原定呢 在今年访台旅客目标 要达到1200万人次 但是因为没有开放路客之后 下修到1000万 而现在距离6月 只有达到380万人次 对此交通部长李梦彦 认了达标真的很挑战 预估在8月份开始 针对国际游客呢 会陆续祭出来台机票 买二送一高铁买一送一等等措施 但是也遭到业者怒轰 这是什么跳票政策 根本是头疼一统 脚头一脚 0403强阵在家台风 花东平传交通中段重创观光 预估到今年底 观光业损失至少150亿 交通部长李梦彦 急喊出预计8月起 陆续推出国际客来台机票 买二送一和买三送一 甚至高铁买一送一等 另外国际团客到花莲住宿 补助3到5万 但旅行社业者一听到就狂轰 这是什么跳票政策 不要头痛一头 脚痛一样 这个月补助完了下个月怎么样 是不是要继续补助 那是全部做补助 一定拿国民的钱或补助 甚至有收集实账 你送他免费的机票来台湾 他能玩你几天 台湾的旅游的东西 硬体跟软体 也没有去提升 看看六月上路的花莲 平日自由行补助 目前使用11万间房 只有大约一成多 等于还有60多万间房可以申请 原本今年访台旅客目标 是1200万人次 但因为没有开放陆客 下修到1000万 如今截至六月 应该至少要有450万人次 但摊开数据只有380万 观光客还差70万 难道目标还要再下修吗 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还是以1000万的目标来努力 我们希望用尽各种方法 重要的国家 我们会找当地的代言人 希望来强化 这样的一个目标 连见7月都快结束 国际观光客人数远不如预期 冲促宣布还没有定案的补助方案 观光业者更呼吁 赶紧改善基层 人员缺工问题 一机开放陆客来台 不要让赖清德总统竞选期间 观光六大愿景 沦为口号 记者黄天耀张继续 SNC小组才会报导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